那另外一个这个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留言呢 他是用语音的方法留言的 我们麻烦李浩科技师也在线上稍等一下 帮我们解答一下听听看他的问题 是否你也可以给他一些建议 帮他解决这个烦恼啊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听众的留言 无事不登三宝店节目组你们好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们咨询一下 我今年年龄63岁了 我已经报税报了20年了 我以前报的税是W2 已经超过40个点了 现在我想拿100%的退休金 也就是说我还有四年要叫67 基于现在是疫情期间 我这个年龄我考虑不上班了 也就是说这四年我不想去上班了 所以说这四年我准备不报税了 因为我不上班就没法报税 请问我到时候67岁退休 会不会影响我的40个点数 就是说这个点数会下降吗 还是会扣掉 到时候我67岁拿100%退休金 这个退休金会降下来吗 也就是说会缩水吗 非常感谢你们谢谢 超级超级棒的一个问题 我们有请我们的李豪 会计师书所的李豪 会计师帮我们做一下解答 好那第一个你的40个点数是不会减少 那不过你的每月退休福利 那假如说你这个最后四年没有工作的话 那肯定会减少 因为你的每月退休福利呢 是最高的35年的这个指数收入 叫Index Earning来去计算的 也就是说你讲20年 就你工作20年除以35 的金额和工作24年 就增加4年除以35 这金额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家在工作4年的话 你的退休金会拿的比较高 嗯所以他减少的比例 其实看在他收入的这个比例了嘛 对不对 看他收入有多高 所以才能够仔细算出来 要不然的话 其实出钱的算的话 这个少了4年那当然会有影响 所以李豪快其实 我们的这个退休金 他一看是看35年哦 看很长哎 是啊是啊 OK 他是生医保社保 像社保的话就是要 除以35年来算你这个社会 这个每月社会福利多少 那医保的话 你40个点有的话 那就够了 你医保可以不用再 你就算增加的话 他也不会增加你的医保 就是说医保最好的就是 你40个点有的话 那80%医疗费用 就美国政府来出 不过你的社会退休金 他是跟到你工作几年来计算 哇好的好的 所以如果刚刚那位先生 他之前有连续工作35年的话 也其实也不用连续啦 就是你有35年的话 你可能就比较不用烦恼 但如果你只有20年的话 你真的还是要算一下 到底值不值得 那到底能够影响多少 休息比较重要 还是说这个社保的部分 退休金的部分 能够多拿一点比较重要 可能要经过仔细的计算 看看他差多少 再次谢谢我们的金牌会计师 李豪会计师书所的 李豪李会计师 谢谢你的解答 谢谢